警方继续调查大部的开枪和藏枪案 扣留19岁疑犯 行动中检获半自动步枪、手枪和大量子弹 全部性能良好 警方相信有人企图在集会期间 制造混乱和伤害警务人员 被警方制伏的男人被黑暴蒙头 双手反绑 警员在他身上拿出手机等等的物品 现场有纸箱和发泡胶箱 盖着一支曲尺手枪 警方说是一支P-80型号的手枪 另外也有子弹 大批防暴警察到场持枪戒备 警方说探员调查早前连串炸弹和枪械案件 昨晚9点多在大部翠平商场发现目标人物 当想到截停的时候 他在腰间的时候拿出一支半自动的步枪 开了一枪 幸好没有击伤我们的探员和其他途人 及后我们将他在现场制伏了 探员之后持法庭首令 去到翠平花园搜查一个单位 搜出一支AR15长距离步枪 和211发子弹 其中61发是一个环形快速上弹器里面 其他子弹分别在五个弹架里面 另外有44发中空弹 和警方早前在北角区 手获枪械弹药是同一类型 全部的枪械和弹药都是可供使用的 性能是良好的 情报显示或者我们有一些讯息显示到 他应该是希望在一个集会游行的时候 是用来使用制造混乱 伤害一些执行的警务人员 对于近期多宗发现枪械案件 警方说正追查是怎样偷运入境 警方又说被捕的19岁疑犯 去年随值涉嫌藏有枪械被捕 被落案控告之后获准保释 今个月初违反保释条件 没有向警署报道被通緝 凌晨大约12点几 警务署署长邓炳强也到场了解 逗留大约30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容家要报道